三天后便是楚玄臣和云若月的大婚典礼 清晨、楚国的黄金国戚、文武百官 还有各国使臣早早地来到了太和殿 等着参加楚玄臣和云若月的婚礼 今天我终于可以当着全天下人的面 给月儿补一个盛大的婚礼了 像当年月儿嫁给我是根本就没有婚礼 只是被送到一台小轿上 从黎王府的侧门送了进去 所以这一次的婚礼我要特别隆重、特别盛大 要让月儿幸福 娘子,你今天真美 皇上,即时已到 请皇上皇后一部太和殿举行大婚典礼 好,娘子,我们走吧 走出凤仪宫后 楚玄臣和云若月便在百官和将士们的注目下 一步步地走向太和殿 此时,悠扬的月声响起 让人听着很舒服 在太和殿面前的广场上 依然站满了文武百官和将士们 场面十分宏大 楚玄臣牵着云若月的手 慢慢地踏上了太和殿的石阶 来到了太和殿门口的汉白玉平台上 俯瞰着下手的官员们 准备举行大婚典礼 即时已到 请皇上皇后拜堂 于是,楚玄臣松开云若月的手 两人并排站着准备拜堂 一拜天地,地久天长 二拜高堂,家偶天成 夫妻交拜,喜结连礼 相亲相爱,永结同心 礼成 楚国万千子民 贺皇上,皇后新婚吉祥 贺楚国千秋万代 永世昌荣 贺楚国千秋万代 永世昌荣 众卿平身 谢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时,欢快的乐声响起 伴随着阵阵礼花绽放的声音 整座皇宫十分热闹 大婚典礼完毕后 便是宫宴了 各位大臣,皇亲国戚 和外国使臣们 给楚玄臣献上贺礼后 便纷纷来到太和殿 参加宫宴 宴宴开始 宴会上歌舞阵阵 大家推杯换战 公筹交错 一派还生笑语